接上个视频 现在呢我们把鞋底已经给它勾好了 勾好之后呢 我这里我用的是单层鞋底 然后我们就是不断线 不断线直接就可以在这个鞋子鞋底上面勾了 像大家如果是做双层鞋底的话 做双层鞋底 然后双层鞋底的这个勾法也有 这个就是双层鞋底 就是比较厚实的 然后大一点宝宝 可以做这种双层鞋底 那个这个鞋底 像这个鞋底的勾法 然后上面缝合的方法都有讲 然后这几个鞋底我就不再说了 现在我们这里最后一针已经勾好了 勾好之后呢 最后一针勾好了 我们就直接跟第一针 这里短针给它引拔 引拔然后拉出来 这里我们这个整个鞋底就勾好了 像那个做双层毛线底的话 我们这个小鞋底是要断线的 然后做单层的我就不断线了 直接在这个鞋底上勾 我们这个鞋底朝着我们这一面比较平整的是正面 然后反面是这样毛毛糙糙的 我们就把它放在鞋子里面 这样就比较好看 然后呢 我们绕线立一个起立针 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先拉大线圈 我们找一下啊 找一下 我们先找一下鞋头的位置 因为现在要把这个鞋头这个地方的位置 给它 针数给它找出来 现在呢 我们 我们拿出我们的鞋底 拿出我们的鞋底 找出正中间的一针 就是我们小鞋底 小鞋底对着 正对着的一针 找到啊 然后我们正对着 就是对着这条线 正中间的这一针 我们给它 可以给它坐上记号扣 坐上记号扣 好 这里 给它扣 扣好记号扣啊 扣好记号扣 然后呢 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鞋头呢 鞋头的位置 像这个 我做的是一岁左右穿的 我找出来 中间是13针 我们开 我们找出来13针 然后0到3个月 可以找出来9针 3到6个月 6到9个月 找出来11针 然后9到12个月 找出来就是找到13针 做鞋头 我这个呢 我做的是3到6个月穿的 然后我们就找出来 找出来是11针 然后我们看着 看着正中间这一针 不算 然后往左右两边 各数5针 12345 在这一针上 做上记号 然后我们 往这边 左边也在数5针 12345 然后我们在这一针上 也给它做上记号 这里我们就找出来了11针 找出来11针之后 我们看一下 这个现在它就是平的 就是中间的位置 然后呢 我们现在 我们穿上我们的缝针 穿上我们的针针 下面呢 我们要开始来勾斜身了 首先我们是 立好一个起立针之后 然后我们在 这个印拔针 同一针 这个针目 挑半个辫子 挑后半个辫子 就是 本来 这个鞋底 它是 这个仓面是有两根线的 我们看一下 这里是有两根线 然后我们从中间 只挑后面的这一根线 前面这一根线 留在这里 到时候要勾 那个花边用 大家不要挑错了 我们找出来 后面这一针 然后在上面勾短针 然后 下一针里 挑针 我们勾短针 在下一针里 穿针进去 挑针 勾短针 我们就一直这样 挑半个辫子 勾短针 勾到 看一下 这底下这一半的虚线 这个到时候是要勾花边用的 然后我们勾呢 就是从这里一直勾 挑半个辫子 勾到记号扣的位置 停下来 这里全部都是短针 短针 就是比较容易勾啊 我们就是直接穿针进去 绕线勾出来 然后再绕线 勾针退掉两个线圈 完成一个短针 然后下一针 再绕线 退掉一个线圈 这样就是短针的勾法 大家勾过鞋底之后 这个针法 我就不再多讲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